《诚勇者,阿姨 》 现在时间已经是4点25分 我们已经一点半开始了 4点25 两点开始 那已經是兩個小時半了 這個現在還要說謊 阿彌陀佛 那我們先敬禮 傳承主持 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師 十六四大八花王卡瑪巴 圖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 譚成三寶 敬禮 今天寡惠主尊 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如來 敬禮 今天的 求夢式度母 敬禮 諸佛菩薩 金剛 附法 空行諸天 蘇姆 圖登西地 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 今天我們的貴賓 非常的多 謝謝他們 都能夠到臨 那麼 那麼剛剛這個 主持法會 主持法會 的人 他們已經都念過名字 也講過了 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貴賓 另外還有 其實還有很多的貴賓 他們都沒有報名貴賓的 那麼謝謝他們 謝謝你們 明天呢 在這個山莊 彩虹山莊 有這個附魔法會 是孔雀明王 孔雀明王的附魔法會 也同樣歡迎 所有的人 都能夠參加 謝謝你們 那今天做一個 人事的 人事的報導 也就是在 星期三 早上十一點 早上十一點 有這個阿瑟雷的灌點 也就是上司灌點 阿瑟雷的灌點 那麼第一位是 蓮花細白 它是 越南海天雷杖寺的助子 蓮花細白 給他做阿瑟雷灌點 然後給他做了很 必須做很多的灌點 希望他 能夠在越南 海天雷杖寺 這個發揚 這個正國祕法 這個佛法 另外 法民同修會 蓮雅法師 蓮雅法師 冠頂為阿瑟雷 這個菩提雷杖寺 蓮文跟蓮高上師 他推介 蓮線上師為阿瑟雷 蓮線法師 蓮線法師為阿瑟雷 也就是 也是在星期三上午十一點 給他做阿瑟雷灌點 馬西雅圖雷杖寺 推介 這個必真教授師 必真教授師 為阿瑟雷 這個必真教授師 再出來的話 我們的上師團 可以組織一個矮人上師團 另外還有彩虹雷杖寺 這是他推介的 蓮萬法師 為阿瑟雷 蓮雁法師為阿瑟雷 蓮雁法師為阿瑟雷 這個地方應該是屬於印尼 印尼的地方比較缺少上師 那麼希望有多一點人能夠出家 研系這個印尼上師的會命 印尼上師只有幾個 幾個上師而已 那因為信眾非常的多 馬來西亞的上師已經很多 印尼的上師很少 那印尼必須要 延續上師的會命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注意一下 哪一位出家的 或者是鼓勵更多的人出家 才有這個好的上師出來 第一個他必須要道心非常堅固 道心要很堅固 不要說這個 他去度眾生 結果被眾生度走了 就沒有上師了 這個也是一個最重要 他道心一定要堅固 一定要有靜性 親近的信仰 親近的信仰 親近的父性 這個是最重要的 叫靜性 另外呢 他能夠弘化 他知道所有佛法的遺軌 最好能夠明心 見性 他自己本身 有福分 有福分 那麼也有知會 也實在是非常的 可以講 現在流行的就是清年的政府 我們要做一個清年的上師 很清年的上師 很清年的上師 要清年的上師 非常的努力去弘化 廣度眾生 有知會 有福分 道心堅固的上師 最重要 那我們講這個 今天是要傳求夢寺度母 求夢寺度母呢 密教裡面 度母是最好相應的 像觀世音菩薩一樣 他那麼慈悲 所以你求他 他就應 這個叫相應 所以度母本身是 觀世音菩薩的眼淚所發生 觀世音菩薩的淚水所發生的 稱為度母 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菩薩 他已經有千百億發生 無窮無盡 但是他悲哩留下來 也化為度母 演化成為利度母 白度母 那麼其中有一位 就是求夢寺度母 這一針度母很少人知道 但是今天傳法 所以成為我們 所以成為我們 初步那是故的不共法 初步那是故的不共法 師尊這一輩子只傳一次 只傳一次 就是這一次 以後再也沒有了 沒有來的 當然不能修這個法 也不能灌頂這個法 將來你修相應的 你可以灌頂這個法 沒有相應不要灌頂 有相應的你才灌頂這個法 這個求夢是 度母是怎麼樣子的法呢 跟大家講一下 我在十二年的底 也就是二零一三年底 那時候有林曹新 名嘴的 台灣講是名嘴 林曹新 還有喜勝梅 喜勝梅 他們兩個人訪問我 你認為二零一四年會怎麼樣 我講那個重點 二零一四年 有戰爭 有瘟疫 這兩個是重點 還有很多的天災地變 我就是這樣子講 我就是這樣子講 那 有聽到的幾首 知道的幾首 知道我有這樣子講 就是當場是在這個大平文化中心 他們訪問我的時候 將近有千人在那邊聽 大家都聽到我講 第一個 馬年 2014年 國際之間會有戰火 第二個 會有瘟疫 第三個 會有天災地變 當然天災地變 太韓服 戰爭跟瘟疫 不能韓服 不敢講 不敢講 你不能隨便講 不能隨便講 對不對 這個戰爭 開玩笑 你怎麼可以講 瘟疫 你怎麼可以講 就是因為有 佛菩薩的指示 我反覆再三 第一次問了 他是講 有戰爭 有瘟疫 我不敢講 我第二次又問 現場我又問了一次 他說 確實會有戰爭 有瘟疫 這個時候我才敢公開講 問了三次 我才敢公開講 因為天災地變太韓服 因為到處都有天災地變 戰爭 你要講出來就比較冒險 因為那是兩國之間打戰 不是開玩笑 瘟疫也不能隨便講 你稍微有一個小小的積溫 小小的口提液 小小的窺機咖 窺機咖 窺機咖 你都不能夠講的 這個小瘟疫算什麼 是大的瘟疫 會死千人 才算是大的瘟疫 所以我當初的兩個重點 戰爭跟瘟疫 2014年會發生 現在有沒有發生呢 這個聲音雖然小 不過也是有 表示是區域性的戰爭 不是世界大戰 所以有的聲音在偏遠的地方 聲音小一點就在偏遠的地方 會發生戰爭 瘟疫也是有 這個伊波拉的病情 有千人上升 千人上升 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就是啊 零算有夠準 每一次講的通通都會出現 沒有講的 它不會出現 講的都會出現 我以後啊 不敢再亂一言 不敢 這個 因為他們名嘴要問 我假如講 又害怕沒有出現 對不對 又害怕出現 也害怕沒有出現 這個是矛盾心理啊 我是希望我講錯 但是它還是對啊 所以我每一次都準 我就沒有辦法了 希望他們明年 2014年的底 這些名嘴在問我的時候 我乾脆尿頓好 不講 乾脆不講 一切都是自然 會發生的它就會發生 不會發生的就不會發生 但是這個夢是度母啊 跟大家講 是你個人的事情 他的彈承 就是要布置成為 夢是度母法的修行彈承 我們有修行的彈承 其中有兩種草 一個就是 所謂吉祥草 這個就是吉祥草 大的在這裡 小的在這裡 小的在這裡 這就是吉祥草 你在坦承面前要供吉祥草 有些地方沒有吉祥草 那個就是要用新衣草 在華盛頓州有新衣草 新衣草也可以用 新衣草也可以用 吉祥草也可以用 這是做什麼用的 你晚上要睡覺 哪一根新衣草 你修完 你修完這個法以後 哪一根新衣草 放在枕頭底下 你像夢是度母講 你希望能夠得到 什麼樣子的夢是 他在晚上 就給你報夢 這個對大家有好處 對沒有來的人沒有好處 現在在的人有好處 沒有來的人沒有好處 這個是像吉祥草 新衣草 你拿一根就可以了 不用拿一把 不用拿那麼一大把 那麼都很多根 很多根 你想要很多的夢 No 修一坦法 求一個夢 只能夠求一個夢 他跟你只是 很簡單 我現在有一場官司 會贏還是輸 請指示 夢是度母 他就跟你講 你這個官司就會勝 勝啊 他顯現很多的花出來 好多漂亮的花盛開 就是你勝 花全部枯萎 就是你拜 拜 記得 你既然知道拜 早早收藏 免花歷事費 不要再花歷事的錢了 你會輸 聰明的人啊 聽我這樣舉一個例子 你就明白 我做這個生意會成功嗎 孟是度母 他跟你講 我舉一個例子 哇 這個時候啊 這個孟是度母 顯出一個金身出來 他穿的 全身非常的光亮 非常亮的光 顯現出來 有金光 有索酌 顯現出來 穿的非常的莊严 你儘管做這個生意 如果孟是度母出現 他像一個乞丐 這個乞丐 全身什麼都沒有 光光的 穿著破衣 拜託你 不要做這個生意 這個生意就不用做了 你不做就不會賠 做了就穩賠 這只是我做的一個比喻 其他 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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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 你都可以求他 你這個婚姻會成嗎 哇 在夢中 你看到了 兩個人結婚 給師尊扶贈 哇 婚姻一定成 這個你可以追求 男的可以追求你的 你的也可以追求男的 都會成 突然之間呢 你看到一個人孤單單的 坐在荒郊片野 前面的路非常的長 連一個半都沒有 你算了吧 回去睡覺 哪邊清涼哪邊去 你知道嗎 以前老闆啊 給人家年終抽獎 你抽到一個冰箱 你知道他什麼意思嗎 把你冰起來 啊 你抽到了一個飯鍋 回家吃你的老飯 你抽到了一個電風扇 哪邊涼快 哪邊去 你必須要有一個警戒 你在做夢的時候啊 他會很清楚的顯現給你看 你看 你這個職業好不好 你去問 我去這個公司上班好不好 可以 求夢這度母 他就會顯現給你看 對不對 看一個電鍋 我回家吃點老米飯 看一個電風扇 哪邊涼快哪邊去 看一個冰箱 給你冰起來 你只要看到 哇 這個 像百花一樣的一直開放過去 這個職業就是你 非常的 很簡單 我做幾個比喻給大家聽 大家不要誤會 有一個小姐 特別明顯星象星座 有一天她看到書上講 你這個禮拜 不能跟處女座的人在一起 否則她會有不好的影響 這個小姐就出去放街 踏計程車 她問司機啊 司機先生啊 你是處女座嗎 是處女座嗎 司機愣來一下講 不是處女也可以座 這是誤會 誤會 這個夢思的時候啊 不要誤會 夢思的時候你千萬不能誤會 你必須要 跟這個你如果不懂得解夢的 因為夢思度母給你的一定是正夢 我們密教講的是正夢 什麼叫正夢 很清楚 很清楚 而且你認為這個就是信息 你自信這個就是信息 不能誤會它 而且它給你的指示 最好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就是最好的 在它的禪誠面前 你只要供 求夢是度母 它是藍色 藍色度母 我們有白色度母 有紅色度母 也有藍色的度母 另外還有綠色的度母 有綠色的度母 這個是度母 那麼藍色度母 就是求夢是度母 我們首先呢 要先做大禮拜 大供養 事歸一 事無量心 要懺悔 要披甲附身 要靜夜觀空 要靜夜觀空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所講的 前行 前行 我們密教在修行 每一個修法 都必須要有的 大禮拜 大供養 事歸一 事無量心 懺悔 披甲附身 靜夜觀空 接著就是截印觀想 截這個手印 就是度母的手印 度母的手印 度母的手印 這個 度母的手印是這樣子的 兩個食指張開 兩個大拇指合併 宗主勢力 相 相碰 這個無名子跟為子 內 就是屬於內腹 無名子跟食指內腹 中指交叉 相點 食指張開 兩個大拇指相合 度母手印 截這個手印 然後開始觀想 藍色的西空 藍色的西空 有一個 磅子 磅 就是一個圈圈 底下一個四方形 這叫棒 它變化成為白色的蓮花 白色的蓮花上面有夜輪 一個圈圈的夜輪 那麼夜輪不一定是樹立的 它可以在蓮花的中心 在夜輪 在夜輪中間有一個檔字 檔 檔 就是一個圈圈 一個五 加上一個溝 一個溝 就變成一個檔字 由這個檔字呢 變成藍色的肚母 它一個頭 兩個肩膀 兩背 這個右背啊 就一眼印 一眼印 這個左背啊 持著藍色的 烏巴拉花 所謂烏巴拉花 就是蓮花的意思 蓮花 它的這個左足啊 這個左足是深的 這半茄座 穿藍色的天衣 重寶莊園 重寶莊園 像師尊今天戴的 這是 哈威爾的 可可娜 可可娜 可可娜的 的 跟小的 白貝殼 穿起來是哈威爾 哈威爾的 這個莊園 這個是 圖登達阿底上師 做的 他本身 裏的這個黃金的 十輪金剛印 跟他的 這個十日金剛簇 這是像 就是圖登達阿底上師的 傳承信物 傳承信物 這個師尊戴的 也是 這邊是 紅寶石 這邊藍寶石 那 看起來 上面還有這個官 非常的莊嚴 你看看這個 杜姆本身來講 他也是很莊嚴的 他身上裝配 也是很齐全 看一下 哇 是很莊嚴的 他就是這一種形象 他的頭頂上 就是不空成就佛 象徵的 他來自於不空成就佛 來自於不空成就佛 為什麼是不空成就佛 因為他屬於結模法 結模法就是結模事業法 結模事業法就是不空成就佛 他本身是長部主 那一部的部主 像蓮花布就是阿彌陀佛 蓮花布就是阿彌陀佛 結模布就是不空成就佛 你所求的都不會空求 阿彌陀佛 一定給你的 阿彌陀佛 這個A講 我老婆很厲害 她改變了我的信仰 B 她是 問她是如何辦到的 A講 以前我從來什麼都不信 直到我結婚以後 我才知道真的有地益存在 這個當然是笑話 剛才我們扶正的 不會到這種境界的 這個有時候是這樣子 你今天要解除你自己的痛苦 你修這一尊 你可以到達不空成就佛的淨土 你也可以到達夢是度母的淨土 它來自於虚空 那你有了痛苦 你祈求祂 祂給你夢是 你的婚姻會怎麼樣 結果婚的最好不要問了 因為差不多都知道了 有的是半支 有的是半支 有的是前支 全部都知道了 像師尊七十歲 將來怎麼樣 都清楚明白 你過的怎麼樣的日子 也清楚明白 這個 我的心 你的心 大家都清楚明白 那就是很好過日子 對不對 很好繼續的過日 不明白的 你要問 夢是度母啦 將來會安慰 哦 你們剛剛已經扶正了 最好不要問了 這個非常莊嚴的 為什麼密教的行者 想上師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要戴藍寶石 紅寶石 因為成就者 有跟無 是一樣的 有跟無是一樣的 你不戴也可以 戴了也可以 有人要買 因為我戴久了 大家認為這個一定有 師尊戴過的 一定會帶來福分 有人在簽書的時候 就偷偷跟我講 師尊 我爸爸要買你的藍寶石 藍寶石的戒指 我說 哎呀 終於來了 這個我是可以意賣的 意賣的做什麼呢 意賣的做慈善事業啊 你不要看我 戴的是勞力士滿天心啊 這個亮晶晶的勞力士滿天心 你知道我賣了幾個勞力士嗎 我意賣了六個勞力士以上耶 戴的是要賣的 謝謝 將來這個傳承的 要交給 真正能夠弘化的人 真正能夠清廉的人 真正有智慧有福分的 有真正能夠堅固道心的人 這個也要交給他 交給 傳承信物也要交給他的 這個走的時候都不能帶走 當然是交給 應該交給的人 這個coconauts 我看好意都可以買得到 那不用交給你們啊 我自己帶 這個頭頂上是不公稱救火 象徵你所求的不會空求 他一定會求得到的 很簡單的講 我們啊 修密法的不會有困難 有困難的你去問孟斯杜姆 他就會告訴你 真的這世界上 活在這世界上不簡單 你知道嗎 花錢像拉屎一樣 一樣的簡單 花錢像拉屎一樣的簡單 一拿就沒有了 這個賺錢啊 像吃屎一樣的困難 賺錢很困難啊 像賈賽一樣 要解除這種困難 去問求孟斯杜姆 我的將來會變成怎麼樣 他會顯現給你看 你就知道自己的福分 安分守己的好 還是要擴張你的事業 擴大你自己本身的事業 擴充你自己的事業 這個求孟斯杜姆 他就會回答你的 你觀想出來了 再來呢 你行責的心計啊 一樣有一個檔子 放光 藍色的光 迎勤本尊降臨在你的檀城上面 這個度母啊 可以坐在你的檀城上面 或者坐在曼達上面 或者坐在西彌山上面 都可以 他可以降在你檀城上面 就在你的曼達 大曼達 大曼達供養法 這大供養法 西彌山的上面 你開始 觀想完了 你就開始念奏 OM SOBADA RO SOHA OM SOBADA RO SOHA OM SOBADA RO SOHA 念這個奏語 記住這個奏語的 OM SOBADA RO SOHA 要念多少遍呢 一堂最少一千零八十遍 一千零八十遍的奏語 念 OM SOBADA RO SOHA OM SOBADA RO SOHA OM SOBADA RO SOHA 念一千零八十遍 最少 你要多也可以 可以多到五千遍 可以多到五千遍 都可以 然後 再來 你就開始入定 入三昧地 入定 就是我們 師尊很會入定 我只要稍微一下子 就入定了 剛剛看到各位上司 有的也在入定 有的也在入定 入定的時候 你們頭低低的 那五毫關都快要掉下來 快要掉到地上 快要掉到地上 然後還會掉雲 掉多少尾啊 掉多少尾啊 掉幾尾啊 這個是難免的 因為師尊知道 你們剛到的有時差 有時差 有時差 這個時候正在睡覺 所以一定會掉雲 這個不能苛責你們 你們如果 久了 來住一段時間 恢復正常了 就不可以掉雲 要精神正做 師尊很會入定 就是說師尊 想入定就入定 五分鐘也可以入定 十分鐘也可以入定 眼睛閉起來 放空一切就入定了 精神鑽衣也可以入定 鑽衣以後再放空 什麼都沒有了 五分鐘 他的所有的精神 全部都通通都回來 來 就可以這樣子 所以入定很重要 然後出定 時間不拘長短 你能夠入定多久 你就入定多久 出定 這個以前這個虛隱老和尚 入定 他在煮一個 鵝頭 他在煮鵝頭 然後他入定 然後 定完了 一張開眼 天啊 本來是陽光普照的 怎麼變成 大雪紛灰啊 他到底入定多久 再看那個魚頭 他煮的魚頭 魚頭都生過 長菌了 都長菇了 這個火都沒有了 還長了菇 花梅啊 魚頭都花梅 你看他入定多久 入定的功夫非常好 師尊入定的功能 不敢講長跟短 但是五分鐘 我可以入定五分鐘 精神就完全恢復了 所以這個禪定 在我們密教裡面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再來呢 念百日明咒三遍 好 剛剛看到 我們上次之中有釣魚的 就講一個釣魚的笑話吧 有一個有名的釣魚客 來到一個海邊釣魚 剛放下釣魚 剛放下釣竿啊 等著魚一上溝 沒想到這個海巡署的警察 就上來起地 警察講 這裡禁止釣魚 划款兩千塊 釣客還印很快 我不是在釣魚啊 我是在教蚯蚓游泳 教蚯蚓游泳欸 你看嗎 警察說 好 讓我看看 釣客就拿起竿子 你看啊 這是蚯蚓啊 警察說 違反善良風俗 他們都是裸體游泳 罰款五千塊 罰款五千塊啊 所以有時候啊 這個 我們本身來講 釣魚是要不可以的 釣魚表示你精神維靡 精神維靡 你沒有精神了 你維靡 我們修密教的 隨時都是精神要很旺盛的 不可以為民 修法也是一樣 精神非常的旺盛 修法也是要很有力量的 有power的 你才能夠引得到佛菩薩 他降臨 放光加持你啊 那個度母下來以後呢 那你也入定了 也送完了咒 你就回 百日明咒念三遍 百日明咒要念三遍 補足你的修法當中的 所有的過失 他會補足你修法中的所有的過失 所以要念百日明咒三遍 要讚揚度母啊 我自己寫了一個讚揚的記 很簡單的 度母放光啊 其夢得夢啊 明明告知啊 是我吉祥 那請你 請度母告知我 讓我能夠吉祥 那麼回向的時候 你要講 要講清楚了 我要求夢是 那夢是什麼呢 夢是你 好 你要跟人家做一場生意 我要跟某某人合作 做一個生意 那麼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他住哪裡 那我住哪裡 這個合夥會成功嗎 還是會失敗嗎 他就會很清楚的告訴你 我在夢中的時候啊 度母曾經在耳朵旁邊告訴我 你看好 看清楚 明天有這一個人 會來找你問事 這個人是來試探你的 你要看清楚喔 我就把他的相貌看清楚 第二天 我在台灣幫人家問事的時候 這個人來了 長得跟我夢中所看到的 一模一樣 他是來試探我 原來他寫的地址是假的 名字也是假的 他圍稱說這個人已經生病了很重 喔 他會佛還是會死 你說我怎麼回答 我是講啊 他在死佛之間啊 他在死跟佛的中間 死跟佛的中間 這個人問我是什麼意思 你回答這個是什麼意思 哪裡有死就死 佛就佛 哪有死佛的中間 我跟你講 這個人不存在啊 是幽靈啊 幽靈啊 是不存在啊 這個人臉紅紅的 拿著問事單就走 不好意思 他就走 你看這個 杜姆很厲害啊 他會跟你指示的 他叫我說 趕快畫一道符 畫什麼符 畫一道符 畫一道符 然後你寄出去 寄給誰啊 寄給聯姓上司 台灣的聯姓上司啊 台灣的聯姓上司 這一道符 就是他要的符 你趕快寫 寫畫好寄出去 聯姓上司沒什麼事啊 為什麼要 要我畫這一道符 給他呢 不久呢 這個 一封信就來了 聯姓上司 家人寄來一封信 他說他腸子怎麼樣呢 阻塞還是怎麼樣 他要求福 我的信 我回的信 比他的信 跟他的信啊 在虛空之中啊 半空的飛機上交叉而過 他的信到我手上 的時候 我的符已經在聯姓上司的手上 這個聯傳可以作證了 聯傳 有沒有 有 有這回事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很準啊 他先跟我講 要畫什麼符 你馬上用快信 OMONINE的這個 OMONINE的這個信 馬上寄出去 寄到台灣 從美國寄到台灣 因為他已經跟我講了 趕快起來畫符 我半夜被叫起來畫符耶 你知道嗎 半夜被叫起來畫一畫畫一畫 那寄信也要明天啊 為什麼不明天呢 但是他半夜就給我叫醒 你說畫好 加持好 放在那裡 第二天馬上 OMONINE的這個 師母也知道的 這個事情師母也知道 所謂靈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杜姆他本身是很靈感的 他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那回向你要求什麼夢事 他就會告訴你 你要求什麼就會得什麼的 我剛剛問事的時候啊 這個真的是問事 這個說是大陸今年的最佳笑話 中國大陸今年的最佳笑話 市政府辦公樓落成 大門口缺少對聯 市委的書記他就揮毫 上連寫著 說實話 辦實事 一生正氣 像我們密教行者就是一生正氣 下連四受不貪污 不受惠 兩袖輕轟 哇 實在是好 這個市裡面的領導 全部喝彩 你看上連是說實話 辦實事 一生正氣 不貪污 不受惠 兩袖輕轟 所有市的領導全部喝彩 書記就讓大家出一個橫批 橫批就是查 查無此人 天啊 請說是中國大陸 今年的最好的笑話 求夢是度母 是這樣子 剛剛我神算查無此人 查無此人 剛好配上這個笑話 這個戰績啊 就是度母放光 啟夢得夢 明明告知是我吉祥 回向就是說 我要求什麼夢 請你給我指示 要講清楚 你是要求什麼的 不能口齒不清 講得不清不楚 因為你講得不清不楚 或者口急啊 還是口急 瞻瞻瞻瞻瞻瞻瞻了 要 要 你 您 请 请你梦事 讲了半天 这个度母出现的时候就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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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也是很不敬不出的 要讲清楚一点啦 我告诉你 修这个求梦式的度母法的时候 有一个口诀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疏口 疏口 木衣 穿干净的 新的衣服 这个是口诀哦 你不要 没有疏口 没有洗脸 那个身上衣服又穿了好久的 像那个 凌望上师啊 你一套喇嘛章 你挤 挤什么时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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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洗一遍啊 你 凌望在哪里啊 他跟我讲 三个月 我的天啊 我两套喇嘛妆就可以来美国过半年了 他 他的喇嘛妆 三个月才洗一次 你求梦式度母 你可不能这样子哦 你要洗干净 穿上了度母的妆 不是度母的妆 穿上了你的喇嘛妆 喇嘛妆 你 要洗干净 牙齿刷干净 身体 洗好 而且你还要记得你要穿内裤 连完善师 为了不洗衣服 还从来没有穿过内裤 以后记得要穿内裤了 你修这个法 一定要穿洗净 洗干净的 才能够衣服洗干净 头发洗干净 牙齿洗干净 脸洗干净 什么一切都清净的时候 然后纳着去修求梦式度母法 这是很重要的口诀 然后你的枕头 记得哪一根吉祥槽 求一个梦式 当时你要观想 度母 白色的光 阿 射你的眉心 嗡 射你的眉心 阿 红色的光 射你的猴记 红色的阿 红 蓝色的光 射你的心记 这个时候啊 你要很清楚的 然后有一道光 射你供养的东西 供养的吉祥槽 再把这个吉祥槽放在你枕头底下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放枕头底下 他就会来报梦 跟你讲 要清楚了 要清楚了 放吉祥槽 三田 三田 白糖 红糖 梦式度母 都可以供养 记得一定要供吉祥槽 要供 那是做启梦用的 一次只要一支 一谈话 问一个问题 一谈话 这个以前呢 那有人问我说 要相应了 才可以得报梦吗 说不用 你没有跟度母相应 但是你请求度母下降 照仪轨做 他度母来下降 慈悲你 一样给你报梦 当然相应的更好 能够跟度母相应的 那就是最好的啦 这个是最近的新闻 太极钱 大家在讲太极钱 师尊也打太极钱 这个打快的 打慢的都可以 师尊也把太极钱 变成为太极舞 为什么 出家人不可以跳舞 那你只好怎么样 打钱当跳舞 这样揉 打钱也可以当跳舞啊 对不对 像那个云手 对不对 这就是引手 这个就是引手 引手也可以当成舞啊 所以太极钱也可以变成太极舞 这是当今的 告诉你 太极钱不是武当山 张三鸿发明的 而是前世太极钱 阳世太极钱 武世太极钱 孙世太极钱 还有四大派的太极钱 张三鸿是 一额传额 武当山没有太极钱 如果这个人讲说 我是武当山的太极钱 那是 不对的 因为太极钱 在中国大陆 是陈世太极钱 宣出来 后来才是阳世太极钱 去学了前世的 变成阳世太极钱 再来孙世跟武世 才学了太极钱 不是武当山 武当山没有太极钱 如果那个人讲说 我是武当山的太极钱 那是 服软 后来 这个张三鸿在武当山立派 因艺术高明 而且医德良好 常常给山下的老百姓免费看病 深受百姓的爱戴 有一天 张三鸿下山采购 采购生活的必需品 店家不愿意收钱 张三鸿不愿意占老百姓的便宜 硬是要给 结果两个人就在那里 你推我让 半天都没有结果 然后太极钱就产生了 所以跟大家讲哦 这个太极钱 武当山没有太极钱 讲武当山有太极钱 那是骗人的 我们这里有弟子 去武当山写太极钱 他也是从前世太极啊 或者阳世太极 真正的是陈世太极钱 真正的 那么今天呢 所谓的这个 出定以后 所念的百姓的名咒战绩 那个回向 全部都是后行 正行呢 就是捷印 观想 颂咒 入三昧地 称为正行 我们密法里面 都有前行 正行 跟后行 前面的就是 大礼拜 大供养 四归一 四无量心 忏悔 披甲附身 敬夜观空 那么 再来进入正行 就是观想 结印 跟宋咒 入三昧地 就是正行 后来的 这个 宋百日明咒 战绩 回向 全部都是后行 属于后行 那么大家要记得 它最重要的 就是 要放吉祥草 新衣草 它最重要的 贡品 一定是 奶粉 起司 白色的 酥油 这个三种 叫三白 三甜 就是白糖 红糖 冰糖 另外 其他的贡品 一个 可觉 你一定要 清静的心 去求 跟你 清静的外表 要合一 去求 度 母 今天 就跟大家讲 这个 求梦是 度母法 我这样讲 有没有清楚 做一个结局吧 刚好抽到这一张 有一天 小红 问 为什么将母鸭 一定要用母鸭 不用公鸭 不用公鸭 小妹就讲 可能是母鸭 比较好吃吧 公鸭肉比较硬 这个 这时候啊 小明就讲 别闹 是用 姜母 加 鸭肉 不是 姜 加 母鸭 你们都很笨 我是讲 你们都很聪明 一听我讲这个法 你们牢记在心 那么中委会 也会把这个法做成一个法本 让大家能够修 注意 亲近的内心 亲近的外衣 亲近的你自己 注意 他的贡品 有三百三天 注意 要报梦 一定要有吉祥草 心意草 起色 咱们 本当 悔悔 婶 这 不是 这 该